大家好 我是建築有人 今天很高興進來虎豹別墅的大廳 亦請到另一位師傅討論他們的復商工程 黃先生 我知道這塊大玻璃有很多故事 麻煩你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來到虎豹別墅的大廳 這兩道我們叫做月門 這個月門很重要 因為這個月門是讓賓客見到華麗的效果 原來這些玻璃有霸神歷史 由意大利生產設計然後再運來香港再商上去 想像在80年前如何把這些玻璃設計得這麼漂亮 然後運來香港相當不容易 而你看到很多圖案都是虎豹別墅要求去做 所以他們有意大利的味道之外 還有一些中性的感覺 例如你看到很多竹 有老虎 有小鳥 當然你看到孔雀有些不同的會 所以它亦有西方和中國 或者我們所謂的東方的設計 所以應該是中西合璧的設計 黃先生 我知道這裏左右兩邊這兩幅是新造的 我知道是你特意為這個做設計的 麻煩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兩塊玻璃一直都沒有了 所以來到月門這裏發覺為何這兩塊玻璃是沒有了 沒有人知道為何會沒有了 後來胡仙小姐找到我們 她說想把這兩塊玻璃復原 胡仙小姐一直都說是記得是怎樣的 因為她小時候看過 可惜一直都找不到照片 於是虎豹外譜這裏就開始了一個比賽 她想設計一個新的設計 又跟這裏很合格 最後找到一個她們最喜歡胡仙小姐和虎豹外譜 這裏都很喜歡的設計 然後就把這個設計變成現在的玻璃 這兩邊的玻璃基本上用了九個月時間 由設計到生產和改了八次 八次的設計 九個月只做兩塊玻璃 真是藝術無價 我知道這些顏色也盡量近似原有的顏色 但我知道一點都不簡單 其實我們看到她們有很多不同的色彩 這些都是西方的色彩 但我們發現原來有很多中國元素 所以我們都會看到 其實竹是最遲的 我們做的顏色和設計都盡量跟回 我們有很多新的顏色 例如有香港的特色 有一個獅子山 還有這些顏色你都發現我們是做過功夫的 顏色本身都會有焦點和香性 所以你見到顏色都是這樣 生長過來好像植物一樣 加上我們用了獅子山的顏色 我們用了一些叫做浪片 好像波浪一樣的效果 加上有閃光 我們就出了褲子山的效果 另外胡仙小姐很想要太陽和核 核代表長壽 還有太陽照著整個大地 這也是一個特別效果 而產生了兩塊玻環 另外我知道你見到這些啡色的普通 行外人就以為是很簡單的 就是普通的枝膠 但我知道是大有學問的 其實彩色陷畫有一個特性 陷畫就是雙陷 我們將一塊玻璃切出來 然後透過一些合金雙陷上去 其實我們用了新方法 傳統的就叫做鉛石合金 鉛和石合賣而產生合金 像一個公子鐵一樣 將兩塊玻璃組合在一起 但我們新的設計 我們全部是用了石合金 完全沒有鉛 它本身會更加環保更加安全 而傳統裏面我們用了銅油灰的油泥 將兩塊玻璃組合在一起 但原來銅油灰基本上在香港乾 要九個月至一年 加上這裡很潮濕 所以我們用了新方法 裡面我們用了一隻叫做鉛石的環氧樹脂 在裡面令它更加穩陣 更加不怕水 更加堅固 真是大開眼界 原來做彩繪玻璃是要適合化學的 真是一點都不簡單 初初我以為就這樣 有人給你一幅畫 你喜歡畫上去然後補一些顏色 其實我以為好像一張大一點的水彩畫 原來真的每一天都是藝術 沒錯 其實我們除了有彩色玻璃之外 有浪片 有反光效果 還有這些本身是採繪 這些本身是一塊我們叫雲片的玻璃 但雲片的玻璃是透明的 我們透過一些玻璃的顏色 由上去輕拼了產生深淺 然後再拿去燒 所以它有採繪 有雙嵌 變成一個星加殘垃玻璃 黃先生 這麼複雜的工作 其實在香港這麼商業化的都市 如何承傳你的技術 其實一直都有人做漢畫的 不過做得比較細件一點 接下來我們都會想做大件一點 所以我們一直都會做教學活動 幸好我們剛剛接收了四噸玻璃 四噸玻璃裏有浪片 有不同的紋理玻璃 還有四噸是彩色的玻璃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批玻璃做一些項目 亦都可以做教學 令到更多人了解和做一些很大的畫 因為接下來我們都會做一些窗門的畫 可能窗門是很大的 亦都會教一些人去做這些創作 今天真是大風騷 多謝黃先生 好的